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精彩全民运幸福花莲城 109年全民运动会 即将在10月17号到22号在花莲登场 而4号的上午 在花莲县政府前的广场 举办了全民运圣火全国传递活动 由花莲县长徐真伟 将圣火传递给圣火队 绕进各县市 同时宣传赛事的活动 届时也欢迎全台各地的朋友 一同来体验花莲的美景 乡亲的热情 以及感动的竞赛精神 花莲的圣火到各县市 一定有非常多 花莲的乡亲会在那迎接大家 也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我们共同一起来迎兵 共同祝福圣火到所有的县市 都能够平安圆满成功 109年全民运动会 即将在10月17号到22号 在花莲登场 4号上午在花莲县政府前广场 举行全民运动圣火全国传递活动 由县长许正卫将圣火传递给圣火队 县长许正卫表示 今年全民运共同举办28项竞赛项目 赛事节圈预计将吸引1万5千人来临花莲 全民运动会筹备出和县府团队规划各项赛事筹备工作 从一体到软体 举凡动线的规划 运动设施以及设备 场馆配置等等 都已经到了厌收成果的阶段 赛事即将开始 举专会期盼圣火传递全国绕境的时候 传递给各县市的选手 欢线将以欢喜心 迎接从远地而来的嘉宾们 让他们享受到花莲的比赛的过程 感受到花莲的好伤好水好人情 现在许正卫将点燃的生活火炬 亲自传递给七所学校的校长 组成了生活队 随后七位手持着以点燃生活的校长们 其跑步前往县府方向路跑 陆续绕进全国各县市 4号开始以逆时正路方向进行全台生活传递 预计在10月5号上午前往各县市政府 办理圣火制祭以及教练仪式 幸福委会邀请各县市公所所组成的首长圣火队 以至中小学圣火队接力 传递109年全民运动会在花莲圈局办讯息 表达自己的邀约 记得请你欢迎收看